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TVBS國民大會 我是王淺秋 今天先來看看幾個案子 對於柯文哲來說 現在沒有相對的舞臺 可是事情最近有點多 台北市政府這裡包括議員 包括了民進黨藍營這裡 各自都提出了好幾個案子 重新划成 那現在最新的是北市柯案 而且媒體島電報道 董事長吳志賈講的很重 他說如果這個案子當中 有洩漏底標的話 一定收押 講得很嚴重 但你要先講一下有沒有洩漏底價 怎麼說呢 就是減輸賠民進黨的議員 跳出來指控 籠絡財團 北市柯這個案子 是由柯文哲私下去 拜會兩家廠商 看到這個案子很大 看到畫面就知道 這種大規模的建案 拜訪了兩家人壽公司 而這兩家只有哪兩家 就是星光人壽跟元大 那所以是不是有特定的對象 而其他的公開的招標的過程 有沒有被懷疑的過程 跟疑慮呢 民進黨當然減輸賠這裡用力在打 那柯文哲還講火大 我可不可以告啊 但要告就告啊 如果有沒有疑點呢 有一處會提出來疑點是四點 地上權的標租權利金 底價設定 為什麼過去都有保底的規範 到了一百零七年 這個案子就刪除了 還有這個T十六七十八的公告地價 公告限制是年年上升的 但是市府權利金設定 卻反而越來越便宜 是不是有特定的目的 那為什麼星光人壽 不需要投資計畫書 要幹什麼要計畫 不用提出來 只要兩階段評審就可以了 那隔一段時間 大概是前後的階段而已 金人寶卻反而變成 三階段評審之外 一樣差不多在隔壁而已 三階段的評審要交投資計畫書 而且非常的嚴謹 為什麼標準差這麼多 還有第四點 為什麼星光人壽 跟金人寶兩個地上權 其實案子只差一個月的時間點 最後權利金差很多 差了六十一個百分比 那當然如果要承案 就要所謂的有對價關係 會有圖利廠商之嫌嗎 再來是個問號 目前是民進黨議員跟郵書會 這個兩個人共同都有質疑 而沒有保底機制 讓星光人壽用這麼低的權利金標到 恐怕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麼入柯文哲的北市柯案子 有一個人為什麼說是急了 王珊珊 除了當時是副市長之外 當然他也未來想要前進 台北市市長寶座 大家都知道 大家看完他的連續密集的貼文之後 哇 馬上就回了 他說這個幾個貼文顯示 他真的很緊張 尤其是第三第四次的貼文 講什麼最低價得標 可笑至極 甚至連新壽這個名字都不敢提嗎 那台北市政府的態度如何 蔣萬安就告訴大家說決策過程是有疑慮的話 也會向議會做清楚報告 算不算是幫前朝收爛攤子 因為幾個案子裡頭還要幫這個 案子收尾 或跟廠商重新協調等等的 那甚至包括了這個李四川 也工程專業出來 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結果今天受訪的時候 柯文哲有意思了 他回應是說 蔣萬安市政不熟 但李四川不可能不熟 是非對錯 心裡有數 沒良心 就講沒良心 你有沒有土利 有沒有對家關係 有沒有對廠商特別的禮遇 很簡單 你直接講沒良心 那是什麼回事 兵哥 我覺得這個東西 照理來說 柯文哲如果像他講的 他想要告減蘇培 就趕快去告 跟什麼就直接告 因為你認為減蘇培在胡說八道 那減七段胡說八道也挺有名的 就趕快告他 對不對 那重點是 如果按照柯文哲所講的話 你應該很容易就可以說明清楚 你就把當初的整個決策的過程 公諸於是告訴大家 不就這樣就解決了嗎 實際上民眾黨還有柯文哲 自己過去在批評民進黨的時候 不是也是這樣嗎 你們應該要把一切過程都公開 會議記錄都公開 告訴大家你整個決策過程 那既然你當初這樣要求民進黨 那現在你就照做 不就結了 那現在台北市議會 他已經決定 因為他不只這一個案子 他有好幾個案子 所以現在有一個九人小組 現在要來調查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調查 就該調查就去調查 那對民眾黨這邊來說的話 就是你們就原原本本還原 黃珊珊現在人也在 柯文哲的人也在 你們還有好幾個市議員 當時也在市議會 那就趕快把所有的過程還原 這個爭議不就解決了嗎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這個事情會說不清楚 這個是很怪異的 也沒幾年啊 而且說私下有個私下拜會廠商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對標價 是啊 有透露給對方是關鍵 因為這個確實很奇怪 我不知道他們私下拜會的時候 談的是什麼東西 但是標準看起來就是不太一樣 那不太一樣 標準不太一樣是不是違法 不一定喔 因為你可能會有你的考慮 你的審核會標準不同 因為可能某一個東西比較難做 某個東西比較好做 或是某一個廠商能力不一樣 這些都有你的考慮的過程 那你把考慮過程還原就好了 就告訴大家不就解了嗎 那這種東西怎麼會講不清楚 我才覺得很奇怪 特別是黃珊珊 黃珊珊是應該最了解這件事情的 結果你居然會講成最低價 最低價的意思是什麼 那以後我的廠商 我一毛錢都不出 所以就換我得標了 是這個意思嗎 我不知道 是這種犯這種錯誤 被抓出來也是滿可笑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民眾黨也不需要急 也不用老是就在講說 講完你就是故意抹黑 或是李四川 你就故意裝不懂 懂裝不懂 那很簡單嘛 資料都還在 全部都還在 全部攤開來就好 如果我是民眾黨 我就要求 因為講完是現任市場 政府嘛 我就要求講完 你現在立刻公佈 所有跟廠商之間的資料 那如果講完學陳時中那一套 說我們跟廠商有簽保命合約 這時候你們不就可以 攻擊講完了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就是趕快把所有的東西 攤在陽光底下 接受檢驗 如果柯P認為自己沒錯 那就根本不需要去怕 該告就趕快去告 不用在那邊 東一句西一句 然後你看柯文哲 最近這一陣子 對這件事情的回答 從來沒有直接回答到 事情的實際面 都是用各種 因為這幾個問題 都是很實質的問題 你就直接回答實質的問題就好 為什麼要用各種話數據散 比如說什麼 自己心裡有數啊什麼東西 你為什麼不直接講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不要再去做這種遊戲 直接告訴我們真相最快 因為低價可能有沒有圖利 有沒有對價才是關鍵重點 有沒有設違法 那不只這個案子 其實真的蠻多的 柯市府當中現在被提出來檢討的 也還有廣辭設宅的仲裁案 因為大部分得標廠商都是你標案 設計完通過的時候就照做 他偏偏這個案子是 人家已經設計得標之後 你又去說我想要改設計 所以以至於改設計之後 變成是付兩倍的錢 那得標設計跟建造之後 改成的這個廠商呢 是誰呢 又是一個很熟悉 最近這個是柯文哲 去當初視察的社宅的畫面 那這個出事的廠商 現在有被認為有狀況的廠商 是誰呢 很熟悉 市溪工程 而這家公司今天有個最新的消息 說台版的失控隧道要差點上演了嗎 又是這家公司做的 在國道三號的粵世界中療隧道 我們來看看 被說體數偷工減料有多恐怖 因為這一層一層疊起來 不好意思 我看起來有點某像 像某一種造型 不好意思說 但是一層一層疊起來的土堆 如果當中都沒有兼顧的 營建措施來兼顧加固它的話 這是土堆起來 隨時可能垮下來的 那其中林佳龍在二零二零年開工的時候 還跟他跟大家誇耀說 這種工程難度可以打通這個隧道有多難 就好像漁工移山一樣 就搞了半天 漁的是我們納稅人才是漁工 山是他們在移 因為這當中被發現 包括了這個叫做 由鹽酸拉拔的測試裡頭 一放進去測試就發現 裡頭根本偷工減料 可隨時可能會垮掉 像豆腐渣工程一樣 而二零一七年五億四千萬元的 第十一標 是台南的慈隆營造 德標 最後設計營造 德標是誰 臺灣市西 兩千兩百四十一萬 所以這個隧道 如果一不小心進去 叫做四月世界 霓鹽惡地 會被埋起來嚇死人 那二零二零一年初 就被檢舉 投空減料 被已經向廠商扣罰 但現在已經正式的 被起訴當中 而現在這個董事長是誰 是前立委 民進黨立委 落選之後 當董事長施藝芳 那一九六九年以來 他幾乎國內外各大 中共重大的工程 幾乎一不語 陶雞第三行下來 五陽高架 金門大橋 通通都是 但只要一旦被判有罪 臺灣市西 將會有三年 不能承接政府工程 霍志 我先講一下廣池 那個案子 那個案子其實就是說 很簡單 就是說市西原本 市西因為市西 全是國內非常非常大的 工程顧問公司 非常有名的工程顧問公司 那市西原本 原本廣池的部分 他是設計標 他就是我只要負責設計 然後負責 負責監督督就好 那剩下 他蓋的土建的部分 是另外標 結果後來柯市府說 為了要加速 結果他把他 他突然又講說 你市西把他全部做完 那市西就跟他說 我如果要多做這件事情 我有成本 不是我找廠商來 我還有一個管理的成本要做 結果 那他就跟市府說 你不要多付我錢 結果在柯市府的時候 他就說 那我只願多付三千萬 反而市區就太少 然後呢 那談不攏 談不攏 那到蔣市府的時候 他一路一月的時候 一路談到九千萬 但是問題是 他就怕說 你柯文哲到時候 來講說 你看我當初三千萬 你現在變九千萬 對不對 所以他不敢答應 最後就說 仲裁 仲裁出來變一億 因為九月會貴 因為缺工缺料 所以拖得長 仲裁出來變一億 那同樣的狀況 就是說 這個東西當初是你柯 柯文哲 你沒事去變更設計 對不對 原本你好好的 好原本的設計的情況 你要去變更 這個本來的工程就 就不常見 你去變更設計之後 你自己不做完 你又留一個尾巴 留一個尾巴之後 就算了 你還要去講別人 這邊兩倍的錢 你就然後 你還要去講別人 最後最後變成花了 花了市民更多的錢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市議員裡面 一定口水一堆 但問題是回過頭來講 今天的責任 其實在你柯文哲 你柯文哲的問題是說 你自己留一堆屁股 你還要去講別人 那難怪你說 今天市議會要去查你 對不對 你自己自己 自己做不好的事情 然後你還要說 你看我幫大家省多少錢 你的東西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做下來 你自己沒有彈下來 結果結果搞到前後 前後任的市府負值其慮 那中療隧道那個 那個真的是有點誇張 因為那個 那個就是標準的市域 負責設計跟建工 但是他連研算都沒有 都沒有插到底的時候 你市域居然說 沒有 你就市域居然放他過 因為那個 那個都會搭的 整個進去 那個隧道裡面又被封住 市市不是不知情 他是他是知道 那個狀況 居然讓他過 所以市域當然有責任 那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原本好好的工程 工程庫的公司 就是說你這幾年民進黨執政 的情況下 就是市域的確跟民進黨走得很近 你市域發會去做 做到那個那個董事長 也是因為他 他就變成他的 那個就是行那個黨的關係跟跟民間搞搞得不清不楚 那結果你就發現說當你政治力介入到這種這種公司之後原本的專業公司他的品質也就會因為這樣變變低 是 因為各種莫名其妙的各種公共工程 看到不可思議的 真的太多了 最近這幾年 這個是扯不扯 八軍團是軍事用的一個靶場 竟然被非法回填的三點八萬噸的廢棄物 沒有人發現 這個長年發生的是二零二一年高雄左營才被踢爆之後 直接不法牟利算一算兩百八十二萬元 其實對客人來講 他已經算多了 但是這長期所造成的非法回填對土地的破壞 這個把軍事用地都可以拿來隨便亂用 這是自己的離譜至極 那更離譜的當然更不用講 這個陳凱玲史上最大彈官被媒體這樣標題這樣形容 因為涉及的光電利益 我們大家缺電 我們沒有電 誰賺最多賺飽飽 除了現在還沒有被抓起來的廠商 就是這一位金發局的前局長 在台南被重用的這一位金發局前局長 前陣子還要自產 那請 現在被檢查官直接 終於辦了好久 終於起訴貪污罪之外 包括經濟部能源署的組長 還有立揚總裁 通通通被要求貪污制罪條例罪選加以起訴 同時還要求提起重罪 就是從重量刑 為什麼 因為惡行重大所涉及的金額 又是真的史上是高 非常的高 但不只如此 台南幫還是一樣被重用 他自產的原因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看到內閣公布的名單一波一波裡面 通通都是台南幫 各個都升官加絕 他卻坐在這裡要坐牢 後來還要幫很多人扛我不知道 那所以賴清德最新的市委長曝光了 還是台南幫 這是F16V的採購建案裡頭的這個設計組 計畫組組長 歷練被說是相當的完整 唐智藥少將接任 被說因為長期在台南第一連隊服務 跟賴清德擔任市長的時候就互動良好 哎呀這些公共工程 這些貪官們算一算 只要是一人就沒事嗎 八軍團這個事情 你相信只有這個科長知道嗎 你相信 回填了三萬八千噸的廢土 就這些廢棄屋 那你覺得這個是一卡車就結束的事 當然不是 甚至金額都可能 對啊 他到底回填了多少 然後這整個過程一個一個 陸陸續續這麼多的卡車來 然後那個靶場附近都沒有半個人嗎 就是有沒有查到而已 對啊 所以這中間到底有多少人勾竄 多少人知道不講話 多少人拿到意義 我覺得你不能只辦一個科長就算了 這中間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都知道這件事情 這絕對不會是一個人能夠掌握得住 所以不要 不要這種就是 故意隨便辦一個人就交差了事 老實講他的主官就什麼都不知道嗎 我是不太相信這件事 那陳凱玲這個東西 現在警察官是講的跟真的一樣 說我對他請求從重量刑 那你為什麼不具體求刑呢 因為比如說20年 15年 是可以從重啊 你可以求刑嘛 對啊你可以具體求刑 你為什麼不具體求刑 就是故意給法官一個空間嘛 而且也是撇清自己的責任嘛 到時候法官如果判得很輕 那我已經請求從重量刑 法官不准啊 我有什麼辦法 對不對 讓雙方都有個空間嗎 還是壓力太大啊 陳凱玲 之前 本來應該他出庭的時候 突然間制裁 說他不甘願 所有事情都他背 那你不甘願所有事情都你背 那你講出來啊 對不對 那你講出來誰跟你勾串啊 那你為什麼不講 那是怎樣有人要害你嗎 你不會跟龍客多一樣嘛 有人要把你弄死在監獄中吧 如果是這樣趕快講啊 真的是這樣嗎 還是那一天有人不希望你出庭 是不是這樣 因為很奇怪啊 你哪一天報選 偏偏想要出庭那天制裁 你是想要提醒大家什麼事情 這個看起來比較像是在發訊號 我不覺得那個是 他突然之間就那天心情特別不好 我是覺得很奇怪 而且那天一大堆喔 連那個監獄裡頭的人都幫他講話 說他在裡頭怎麼樣心情不好 什麼心情風味路轉 奇怪 抱歉你們都跟陳凱玲這麼熟啊 知道他心情怎麼樣 你們都是好朋友是吧 不然你怎麼知道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非常奇怪 但是現在看起來 那也沒有向上發展 就到他斷點 就顯然就是他就是斷點了嘛 不會再往上升了嘛 那這就是我們現在發展的狀況 那你用這個唐治耀 我本身沒有意見 因為唐治耀過去的紀錄其實還不差了 可是問題是 賴清德真的是完全不演 你看這個內閣除了他不能掌控的 國防外交之外 他全部不客氣完全任用私人 完全不囉嗦 就是給老男男到底 就是這樣 現在連民進黨自己的支持者 什麼婦女心事這些婦女團體都看不下去 已經在抗議 所以你怎麼 女生你本來不是承諾到三分之一嗎 結果現在都沒有了 所以賴清德 剛必自用 完全不管外界物議的個性 我覺得未來我們的新政府 有很多困難的路要走 女性的首長有 但是他走了 王美花 大家好 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喔